黃主任以及泰山執運中心 各位辛苦的同仁 還有我們執訓局七訓組的黃主長 還有我們台灣勞苦功高參與業的同仁 以及我們在人力仲介上面的人潮發展 高顧問跟陳顧問 大家午安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 也感謝泰山執運中心 給張山這個機會 來分享我們台灣參與 像義牙居集團的林董 他的幸福空間 還有在韓社喜來登集團裡面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專業的人員 還有我們這麼多的優秀主廚 以及我自己本身 就是屬於台灣參與業的高階專業經理人 我想我跟黃主任的認識原有 要從十幾年前被人家評為狗無拉屎鳥無聲彈的地方 就是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的中間 還有一座山叫張山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花蓮理想大地度假飯店 也就是理想度假村 是一個默默無名奮鬥二十五年沒有人支持 沒有人疼愛的小孩 張山在那裡挑起當時所有在開發到營運到政府溝通的案子 就在當時因為申請信用合一專案 也要非常感謝國家的政策 就是職訊局特別因為我們的努力去溝通 開了一個訓用合一專案的案子 從案子的開始到案子的這個叫做開訓的典禮 陳主委當時的主委老委會主委還有各級長官幾乎全到 當然也是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中間內座山 張山的運作很禮遇的邀請 因為希望他們來有大量的媒體曝光 所以是一場非常成功的開幕儀式 開訓儀式 到後來在這中間隔年隔了兩年 這個當時的長官包括職訊局的局長還有勞委會的主委 先後都來看這些開訓後留在崗位上的職員 所以就是這樣的姻緣跟黃主任認識到今天 現在他已經高升了 黃主任 可是張山還是專業經理人 還是在為我們台灣的參旅 希望越來越有多的機會能夠發一些聲音 那今天我們就先進入主要今天要談的主題 剛剛在那個內容已經講過了 那我要講一切都是米吉林人的貨 從米吉林輪胎 他為了要服務他全世界各地開著車 要用他的輪胎 希望大家能夠多輪胎磨損 所以鼓勵旅遊 那鼓勵旅遊的過程 他就要有各種的這個叫做旅遊的資訊的收集 包括餐廳 所以其實應該講 米吉林是世界上在旅遊 尤其是現代旅遊裡面 小冊子的執行者 我覺得他是一個發想者 所以我說都是米吉林人的貨 那當然也講到就是說 米吉林在他的小導覽手冊裡面 星級評鑑的這個系統 那他在星級評鑑的系統裡面 包含就是說 台灣當然也出了一本那個旅遊導覽手冊 那台灣的售價是24塊99美金 那比法國的19塊99貴了一點點 這個可能要請各單位去幫我們研究 為什麼台灣的導覽手冊 會比法國的導覽手冊還貴 是我們的資料不好收集呢 還是我們的餐不好吃呢 還是什麼原因 大概我研究過 在這裡面就是我們的手冊 賣了稍微小貴一點點 但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觀光旅遊的價值 不是不是值24塊.99的美金 而是說 他一本24塊99的美金的小冊子 卻勝過我們很多 所花的觀光預算 所帶來的台灣的觀光價值 據我對國外朋友的了解 他們到台灣來 很多是從這本導覽手冊進去 那可惜是說 他對我們的美食 餐飲的認識不夠 所以裡面琢磨的東西並不多 那我來講 剛剛那一本是從觀光 還有就是說美金的製作 其實台灣是觀光發展為重鎮的小島 目前我們被CNN報道說 台灣是貪婪之島 就是愛吃 搖幾乎就對了 那為什麼會叫做貪婪之島 都是他們惹的禍 都是他們惹的禍 因為他們太會做菜了 太會RMD了 太會表現了 所以我們寧願 寧願就是叫做貪婪之島 今天講到這個廚藝的朋友 就是說 我之前講過 勇敢的高師孩子變成料理的大師傅 中泡師的幹狗聲 是我們佛國師的歌聲 當然現在不能幹狗 只是說他去形容早期 因為在會進到廚房 會進到這個工作崗位 都是乾口的孩子 像吳寶春這樣子乾口出頭天的 其實台灣沒幾個 吳寶春這個麵包 吳寶春的胖 有這一條歌 是因為就是說 他也在成名之後 如果他今天沒有成名 他一樣是在辛苦之後 從小就是很困難的長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廚藝界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來自這樣子的方向 等到他能夠已經功成 不算功成名就 可以小有成就 在這個叫做參旅的舞台上 掛上主廚 掛上頭沾 掛上頭顱 掛上行政主廚 那都不知道他們已經努力了多少年以後吃了多少苦 那這一條路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們面對台灣的料理師 其實是非常優秀的 那只不過在其他職能方面的輔導跟提升 是需要我們今天等一下要談到的許多的主題之一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台灣有這麼多優秀的廚藝者 我們在維基百科裡面所搜尋的民族 上面雖然有很多的中文 對不起 他都不是台灣人 只有一位阿基塞 就是正眼機正主廚 正廚師 他是叫民廚 但實際上如果大家跟廚藝界的人來 有一些交流的話 阿基斯算民廚嗎 這個也是大家要討論 那為什麼在維基百科裡面 全台灣被評為貪婪之島 可是只有一位民主在上面 這個也是我們可能需要去思考 所以在最後國際媒合會講到所謂行銷跟維基百科 我們各單位怎麼樣來讓我們的廚師 他的名字各方面跟國際上面的這個文宣來做媒合 那台灣講到台灣的這個叫做文化 剛剛講到所謂米基林的認證 米基林的認證比較著重在廚藝上面跟百事 等一下也會談到 那台灣的廚藝的這個技術式的證照 區分廚師的等級比較著重在食品衛生 那跟那個國外的這個證照制度比較不一樣 那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叫做餐飲文化來講 從版的文化從酒加菜到一個酒家菜 就是人家說的冠夫菜 專門是在招待官家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台式海鮮料理客家圓名 台灣小吃其實目前來講文化的底蘊是夠的 只是怎麼樣去把它整理出來 讓各廚藝界的朋友 在他菜這個這個在餐桌上的各項 餐宴的表現上面 能夠有文化底蘊的構想 融入在菜色裡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目前在我們台灣跟中國大陸還有美國 對於廚師等級的認證差別就在上面 那台灣目前大概分乙級跟秉級 那有中餐烹調技術室 西餐烹調技術室烘培調酒 可是在美國在廚師協會裡面 他13種廚師級別的認證裡面 他所謂有行政主廚之類的這種認證方式 就是跟所謂的級別可能分的比較細 那他裡面的這個叫做烹調管理員 還有這個副廚師長 師廚長 師廚長有點像我們現在叫做大廚 或者是頭顱 鳳師我如果說不定要給我記得一下 有一點類似這樣子的角色 那所以我說其實我們在目前參與 餐飲管理上面的廚師內部組織管理等別裡面 是有的只是在我們國家的認證上面 可能就是說還有一點點小脫節 是不是怎麼樣能夠把它這樣子串連起來 那在米吉林在對於餐廳餐飲的評鑑 其實他不是評鑑廚師 他是評鑑這一家餐廳或者這個去處 以一顆心兩顆心三顆心來代表 當然三星主廚在講的就是說 這一家餐廳他是被評為三星 那他這個主廚想當然而就是成為三星主廚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需要的應該說 一個是廚師等級的認證 另外一個是餐飲評鑑的認證 或者評鑑的制度 我覺得這兩大制度 目前像說什麼台灣有所謂的優良商店的評鑑啊 各方面美食的評鑑啊 那為什麼原因我們有這麼多的評鑑 可是沒有辦法達到像米吉林隨便一本24.99美金的小冊子的功利呢 這個就是可能我們在國際媒合或相關上面要去講到的部分 那另外在所謂的美國政府 他與產業機構所研發一套非常結構完整的叫做 參旅業服務系統的職能模型 在這個職能模型裡面 其實台灣現在政府單位也把它已經有用在各項的研究跟推動上面了 那這裡面關於就是所謂的參旅服務業的職能 也寫得非常詳細 有機會大家可以透過我在上面 超連結的部分可以去享用 我大概說一下 他在職能第一層個人成效的部分 還有就是第二層學術職能 第三層職場職能 其實各項面他的職能顯得非常詳細 而且幾乎是已經難過在所謂產業需要一個員工 在這個崗位上他需要的各項職能 那其實有這麼深入的研究 可是也有台灣我們也走在這個算是研究的這個前端了 那在職能內容 我們覺得說目前 以我對參旅業還有廚藝人員的了解 在個人效能上面 剛剛講到廚藝界的朋友 因為都是屬於這個勘苦的出身 我覺得在人際溝通技巧上的職能 可能是他們目前在第一層的職能上面比較欠缺的 他們的正直專業性主動積極學習的意願 可靠性跟可信賴性 都是我覺得是職能上面是滿分的 唯一比較缺陷就是在人際溝通的技巧上面 所以我認為在職能的提升這個部分 也可以供我們各單位來做參考 另外就是在學術職能 我覺得像基礎電腦技能跟寫作 商業寫作 我發現就是說 目前很多單位在做電腦的職訊 大概都還是著重在電腦證照 像Office系統 像Illustrator 還有基本這些運作 可是各位我在場稍微問一下 現在你手機有LINE的請舉手 幾乎應該是百萬之八十了嘛 就是說 可是就沒有人有LINE的教學 對不對 就是說其實它是生活工具嘛 我跟這些 我廚藝界所有親愛的 我是跟他們在LINE有一個群組 然後他們有時候怕吵 像古傳譜古師傅 怕吵之後退出 我告訴他說 那個群組單獨可以把聲音關掉 很多人還不知道 我說這上面實用性的教學 在這個比較實用性的教學上面 好像還比較缺乏 所以我談到這個部分 是在講說電腦基礎 不全然只是在那個叫做Office系統 另外就是說 像那個Outlook的導入 還有現在的FB 我記得有一個叫范天美 范師傅今天沒有來 你知道他跟我見過面 我說范師傅你要到FB教我 他不會對不對 叫他女兒打電話 然後他女兒跟我講了之後 他在旁邊 然後學一學 他在FB找到我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多高興嗎 他不是不願意選 沒有人教 我那個師傅大概是45歲 就是說其實像這樣的師傅很多 所以我們的實際 跟生活所需 那因為我想那個高副總也很多 常常從FB去搜尋那個叫做 廚藝人才 包括我自己好像也是這樣 是史祖祖介紹的 我說很多人他在FB上面 需要去搜尋 但是他要 announce自己 包括就是隱私的介面 有的人的牆 被貼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 他不懂得去關隱私 這上面因為我實在是花了很多功夫去 所以說如果有政府單位 有這上面實用性的教學 來提升他的職能 我覺得這個是很必要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說 廚師他們在學習的精神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敬的 所以再來講到就是說職場職能 市場行銷 我也覺得是目前台灣 台灣的參旅 或者是台灣的廚藝界人員 是比較弱的 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廣告行為 還沒有做到以市場為導向的行銷模組 包括各位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FB的這個叫做粉絲團 在各飯店各餐旅業 運作FB上面粉絲團的模式 就知道台灣跟國外的這個落差還蠻大 各位可以去看到粉絲業在FB上面 FORSEASON啊 RISCALTON啊 他們這些粉絲業 怎麼樣運作跟台灣的差別在哪裡 大概就知道我懂的 我講的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在台灣上面 對於行銷的概念上的成熟度 我認為除了我們這個旅館業 還有就是說我們的餐飲業的同仁 對上面 這上面都還是比較陌生的 另外一個就是規劃跟組織的部分 我也覺得是比較弱一點 另外就是整體產業技術智能 它職能是在文化的敏感度 這也不是說只有廚藝界 我覺得是台灣整個跟國外的狀況不太一樣 國外是一個非常講究歷史傳統文化人文 那我們是在早期破壞了很多的人文要重建之後 重新要來找回以前的歷史跟人文 對於這上面的教育跟養成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個人認為這上面是屬於比較缺乏的 再來就是次級產業 這邊講的是參旅業的一般旅館營運 那我講的是一般參旅的管理營運 我覺得也是比較弱的 那關於比較高階 在六七八九層裡面的特定知識領域 特定技術職能 特定資格要求跟管理職能 那真的在台灣 我回到這個 我在離開台灣五年之後 回到台灣 剛剛目前接了兩家旅館的這個 星級評鑑跟深度的管理執行顧問工作 我發現台灣的產業在這一塊 好像在實際上的那個 就是大者恒大 中小企業在產業管理職能 跟各方面的資格要求 我感覺是稍稍有一點退後了 這是我在大陸 還有舊金山回到台灣之後 我個人在這上面的感受 那接下來要講的就是說 台灣真的沒有米吉林要的廚藝擺設嗎 這純粹是我們台灣人做出來的 我講的 這台灣的竹子 台灣的這個玻璃罐 然後台灣的這個 這個木雕 木雕做出來 一個大概30塊的那個砧板 然後就是芭蕉葉 那番紅花 都是台灣的 都是台灣的 那在地飲食的文化跟觀光的結合 才是外國人在看我們 或者是他觀光旅遊的價值 我從理想大地的這個 我當時因為什麼都要做嘛 因為公司窮 所以在行政院開發基金支持我們之後 我必須要負責所有開幕活動 相關旅館上面要附設package的設計 所以現在花蓮的非常有名的牛山胡亭 還有這個企業塊木館 各位應該都去過 其實早期我們都給他們很多意見跟輔導 為什麼要把他們的地方的特色容納進來 變成我飯店旅館可以走的tour 然後再賣給旅行社 真正旅行社會包裝行程嗎 不見得喔 其實我覺得台灣在餐旅另外一塊 也非常需要這一塊的人員 那我講的就是跟黃組長講過的 跟黃主任講過叫做台灣的旅遊規劃師 15年前在理想要開幕之前 我就設計了30條路線 從餐啊從這個在地人文 從部落從美食各方面 只要有特色的地方 其實都是我們去塑造 包括現在的泰巴朗 蔡義昌 蔡理事長 我不知道他還認不認識我 他應該在早期 包括這上面 我們都有給他做過輔導 而且是free 義務 希望台灣的觀光能夠發展起來 那針對這些東西 可能各位說 他放在餐廳好看嗎 這個要緩過來講 餐廳的營業之方 他要設計一個餐廳 他要設計一個space的時候 他用什麼樣的構想來看台灣 來看他的餐旅表現 那如果我們台灣都有這些東西 你能夠培養我們台灣主廚 行政主廚各項百億 結合餐廳的這個叫做空間佈置 把他整套的理想包含後場都是可參觀的 那他的老闆如果能夠接受的話 這整個就成型了 那我來講就是說 台灣在旅館心己瓶建裡面 建築設備當中 你符合四星必須三星 要有兩家餐廳 一家餐廳是七餐廳 這是他強烈的規定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大家在心己瓶建的時候都幹嘛 就趕快找一個地方弄什麼 西餐廳 心己瓶建完了之後咧 就拆掉了 就沒用了 因為西餐現在就做正統的西餐 你說真的在度假飯店要做正統的西餐 有沒有困難 安格斯一定有困難對不對 這個問我們那個專業 他的外號叫安格斯 就是美國高級安格斯牛肉 那個那個那個 你就知道他在西餐上面的道行 雖然他現在在持有護專 但是他是之前是 復興航空空處的這個行政組組 那我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設備規定中就是說 可能從上到下 我們要為了符合政府相關法令的需要 那業者就必須要去走這個瓶建 沒有這個心己瓶建的旅館 我又沒有辦法去接到什麼 大陸客國際旅客對不對 英棒旅客 他其實是一條邊的環節 所以這個有一點是圓桃就綁住自己的 好像觀光發展 其實外國人來要看你什麼 看我們的在地文化 在地美食 在地食材 在地人文 他才具有觀光價值 因為我自己是觀光產業出身 這麼多年的專業經理人 實際的執行面 真的是要在地 越Local越國際 你越Local 他越國際 國際的人就是要來看我們的Local 他不是要來看你 做西餐又做不贏他 然後西餐又不是他的那個整個的套 他不是要他來看我們台灣 Made in Taiwan自己的東西 那我來講就是說剛剛可能沒有講到 這個都是屬於小米酒 各位大概都看到 剛剛前面竹杯也是小米酒 小米酒 真正的小米酒是什麼 有三層 三層喝的方法都不一樣 小米酒真的是原住民的東西嗎 不是 可是大家都把它當作 現在各位在看到喝的小米酒 都是糯米釀的 不是真正小米 有機會我再找小米給你看 小米是可以綁辮子的 因為我也是台灣 利用台灣的長啊 蔥 在餐台上綁辮子的 只是當時沒有照相 台灣第一人就是張三 在佈置餐桌的table 用蔥來綁 綁那個辮子給外國人看就對了 那我要講的都是在地食材 台灣廚藝的擺設處處在 處處在 只是怎麼樣把它變成一門可以交流 還有長矩持續 然後有這種新的食材 或者新的東西來那個 現在這個 我們來補啊 補啊 補啊 這古早就有了嘛 然後這一道沙拉是又清甜又好吃 然後端春海都是台灣的原味 那包括就是說 你需要那個道具 我用一個刀跟一個叉子 算不算西餐 算啊 反正只要用刀叉吃就是西餐嘛 可不可以 好像也不可以 但是有差別嗎 沒有 因為它已經被我們的美味 還有就是說 在刀叉上面綁的這個藤邊 是屬於台灣特有的藤製蕨類的植物 下去削皮之後綁的 它還是屬於在地台灣 那如果說要講到刀叉 它也是made in Taiwan 然後所以說像這種叫做種類在客家種啊 南北種啊 小米種啊 那個原民種啊 它都是屬於台灣食材 而且做起來 在做的 在做的 他們都會做 可是老闆不一定支持 老闆就是要做西餐 要符合這個 要符合那個 有沒有一片天空 是我們的廚藝界朋友 可以真正去發想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再來就是 一樣是講到這個美食 你可以看到它用台灣木製的這個來放灼料 那每一個東西其實都是小小的 那這個雞肉 雞肉這個部分是台灣的這個 就是說在西餐裡面也有這套雞排嘛 那我們的雞排把它放在芭蕉葉 再放在我們的這個傳統的瓷器上面 或者木做的瓷器上面 可不可以 一套套餐 一千六 貴不貴 不貴啊 真的不貴啊 可是老闆要支持 然後我想消費者是一定支持 我看到那個瘋狂消費 那個支持的消費者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在台灣的餐飲上面 製造飲食的感動比較少 我舉例就是說 可能有這個場所小小的 它其實就是讓你人一進到餐廳的時候 只有讓你烤一塊肉 只有一塊喔 就是先前的活動 那這一塊肉在烤你 冬天像這種天 坐在這個圍乳旁邊所有的人 那當然如果你在真次的室內空間 要怎麼樣變化 有的 美國現在都有那種叫做燒瓦斯的那個 那個叫做爐火對不對 把它做的那個很多 我去到那個Taho的時候 看到只要是冬天下雪 可是年輕人就要圍著那個叫做那個熱乳 他願意就圍著 那是一種感覺 一種Fu 現在年輕人講的說一種Fu 那如果我們在美食經驗上的感動 多一點創造力 那增加我們台灣美食的這個感動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在職能上面 還有在廚藝界 攤旅界 還有各個這個投資的老闆上面都需要 另外在用餐環境跟廚房的造詣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我很少看到 我幾乎去到那個在舊金山每一個角落 每一家餐廳 不管是西式的 你知道我要吃我要點一顆牛排 他們的服務員那個過程 難怪他們要收那麼高的服務費 他是有一個很大的盤子 橢圓形的 然後他會放給你看告訴 生的喔上面的牛肉是生的 那他有把它用鋁箔透明的那個膠紙包 那他告訴你說這個牛肉是長什麼樣子 是哪一個部位 沙朗是什麼叫沙朗 提膨叫什麼叫提膨 那是幾磅的 經絡什麼 生的拿到你面前 然後你才去點那一顆菜 那他要講的是他在地對於牛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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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相關知識 還有這條牛怎麼樣 大概剛是前面這個介紹要講多久 20分鐘 然後你才點菜 就是這樣 他在點菜就這樣 就高級 他真正高級在餐廳上面 那我們在上面就是說 廚房的擺飾 這都是在地的東西 我們在地的農產品 可是我發現就是說 可能我曾經在一家飯店 跟那個老闆提議說 可不可以我們跟農會合作 那餐台上有一個地方 讓農會來擺他當地的食材 可不可以 他認為說這個擺上去就很Local了 沒有味道了 你可以問問我們的廚師朋友 這種東西要擺在他的餐台上 有餐台上道具的設置 跟擺法 一點都不衝突的 而且他可以增加很多的賣點 跟增加很多的觀賞價值啊 那也可以對我們台灣的農產做一個結合 這個是在用餐環境上面造譯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在國際美食賽事上面 我要講到的就是說 目前光榮局有鼓勵這個叫做出國競賽的相關管理辦法 那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研究過 那目前的困境我大概說一下 都是學校的教授帶餐飲學系的學生出去比賽 真正主廚想出去比賽 師方如果不支持 一點辦法都沒有 要花很多錢了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在這上面能夠為這些所謂想出去參加國際賽事 那真正又有廚藝的朋友們想一條通路 或者想一個辦法 或者是說中小業者很想要支持 可是他也沒有經費啊 那這些經費可不可以落到像EIG的林董 我想想當然爾一定非常支持 胡明峰胡竹竹帶隊出去比賽 我覺得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政府在這上面能夠開一個窗口 那為什麼 由他們來參加比賽 會更代表台灣在地的餐飲跟國際接軌 然後參加比賽這個過程當中也是一種交流 如果我們能夠幫他們準備好廚藝秘書 安排出國所有的翻譯住宿 因為真的出國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團體出去 他可能不懂嘛 行李超重 結果那個行李就被罰二十幾萬 你想為什麼會行李被罰二十幾萬 因為他那個都是刀叉什麼很重的東西 小徒弟大家都沒經驗 包括那個帶隊的那個主事者也沒經驗 那反正能用的就盡量帶為什麼 怕到國外找不到東西 結果操縱 操縱要不要上內地 來不及當然要上 那個是慘痛的教訓 就是說我們台灣為什麼沒有一個這樣子的單位來輔導 他應該也算是很重要在職能輔導上面的一塊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想法跟我的一個概念 還有就是說我們台灣在版的菜系 酒家菜系 台灣小吃菜系 客家菜系 原民菜系 這裡還少寫了一個叫做台灣的甜品 伴手禮之類的菜系 就是餐飲文化的底蘊 一個舌尖上的中國 大陸舌尖上的中國 我一再我也告訴我這些廚藝界所有親愛的 一定要好好去看YouTube去看這七部很長的紀錄片 那是中國大陸所拍攝 在內陸是造成很 一個紀錄片造成很大的風潮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然後就是說一個大腸筋 就是說 拍透過韓國的大腸筋 透過電視劇的拍攝 他這個所謂的那個美食 加上他的這個醫療 其實不是真正大腸筋在感人 是裡面細膩餐飲的文化跟養生的文化在感人 各位如果有看過 那所以我覺得是台灣的餐飲文化的底蘊上面是夠的 只是審理上面跟文字上面的紀錄 圖片上的紀錄比較缺乏而已 我們台灣餐飲文化的底蘊絕對夠的 那所以講到就是說台灣有沒有可能 職訊局泰山職訊中心在R&D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個類似像廚藝職能創新服務網 這個職能的過程當中 希望從前面剛剛幾個問題來討論有沒有可能 台灣的廚藝兩大塊的評鑑 一個是廚師等級的認證 一個是餐廳評鑑的制度 這兩大塊的制度有沒有可能這個制度來重新參與 檢討 那這個檢討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可能他需要一些時間 我覺得設置一個叫做主廚與行政主廚的交易廳 其實交易廳只是一個名目 希望透過這些職場朋友在參與界的朋友 他們提出自己的問題 然後不斷的這個收集不斷的修正 能夠討論出一場屬於台灣廚藝界朋友 主廚的認證行政主廚的認證 或者是餐飲界廚藝制度的認證 這是我個人的認為 那透過這個叫做廚藝的交易廳 我們可以收集各種職場的問題 討論台灣廚師認證制度的問題 另外希望能夠建立台灣廚藝的人才資料庫 各項廚藝還有它也是屬於百事造譯的交流 國際訊息的交流 資方跟管理者的交流 希望就是說廚藝界的朋友能夠透過這種交易 每一次邀請這個不同的資方來 那這些資方來的時候 我覺得讓資方去了解廚藝界的人 在執行上面 有一點太大聲 講得有點激動 抱歉 怕大家睡著 所以有一點大聲 代表我55歲的宇宙世界無幾超級霹靂之三美少女 力量還很強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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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的當歸 各位看過沒 你們當歸大概想黑黑的 切一片一片對不對 新鮮的當歸 研究了半天 其實就是台灣食材需要很多 結果那個湯是很甘甜 它有提味的作用 那個當天包括那個安比羅竹竹 古船夫 古竹竹 張傑昌 張竹竹都在做 而且他們也覺得那個食材是可以用 那就是在地的食材 所以台灣食材資料庫有沒有這樣 那我覺得台灣在竹藝界在擺飾造詣上面 可以透過西式 義式跟中式的交流 其實中餐來西式擺法 或者中餐來做義大利式的擺法 包括餐飲環境起來的感覺是非常非常增加美味的 就是呼籲黃主任早期講的 不是你的菜好不好吃的問題 是你跟這個環境有多少感情 這個環境一開始給你多少感動 他端出來的菜一開始的視覺效果感動了你 比吃好不好吃重要 所以為什麼米基林著重在所謂的擺飾上面 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安格斯這個三姐講這個話認不認同 所以西餐在擺飾上面是非常重視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這一塊也是希望就是說 未來在我們台灣的職能創新服務裡面 能夠培訓這樣子的人才 或者是匯總這樣子的人才 或者是找出這樣的人才來做這些事情 把這個事情集合起來 那我今天這邊講到國際媒合 其實大家都以為國際媒合只是找工作 我個人我個人認為 危機百科 有沒有人去幫這些主廚 寫這些資料 而讓實到危機百科 他不需要花錢 他是要需要人做 需要那個方式 他也是屬於國際文宣的一種媒合 另外就是國際賽事的媒合 各種國際的賽事或者大大小小的 有沒有辦法去跟主辦單位爭取 台灣菜對不對 或者訂名什麼 而不是比試比賽 什麼什麼西餐啊什麼比賽 比賽一個屬於 其中有一個項目 是屬於可以做出台灣特色的台灣餐的比賽 或什麼 這需要政府單位或者是相關非營利組織 或者有這樣子的人才去推動這條路 這些主辦單位其實都有這種概念 但只是我們沒有人去跟他講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說 在觀光的媒合當然就是像米基林 有沒有人去跟米基林告訴他說 我們台灣的菜的特色是什麼 你在評鑑一星二星三星餐廳的時候 是什麼標準 你可不可以來台灣 他雖然現在有 但是這個學會沒有不太懂的運作 有沒有一個單位來告訴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台灣的餐廳業者 大家有一個交流 怎麼樣才能夠符合你的評鑑 讓我們的觀光宣傳多一條管道 讓我們的廚藝界的朋友 多一條奮鬥努力的目標 再來當然就是同業的媒合 比如說可能國際或者是 那個像高副總在大陸的這個 參與同業需要到台灣來找人才對不對 如果有這個資料庫 前面那些資料庫的建立 他要幫忙找人才 容不容易 那當然需要去建置一些東西 再來就是經營上的媒合 我想就是說 台灣廚藝需要一個被看見的機會 雖然他看見他目前只是看見表面 只是叫貪婪之島 我為什麼可以叫貪婪之島 或者我的文化底蘊在哪裡 可能在上面 需要這種國際媒合各方面 在這個職能創新上面 都應該是可以盡一份力 那另外就是說 我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各種美食的報導很多 我稍微講一下 這大概都是我自己 因為可能廚藝界朋友的呼籲 那我去做了一些 就是只有幾行字加上照片 然後幾行字加上我自己用心的說詞 幾行字表達我當下對美食的感受 還有那個環境 還有那個人的感受 幾行字我代表就是說 台灣各族一屆給我的申請厚愛 可是在FB得到的迴響很多 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那像這個叫做四川無操守 大家應該都知道在忠孝東路的巷子裡面 60年了30年的經營的堅持 20年的真功夫香水 就是這個主廚跟這家店已經20年了 其實他菜是非常有特色的 可是就是說可能我們一般在這些 所謂的那個專業的美食專家 在寫的字可能都很厚重一本 那去可能就是說介紹什麼菜是什麼 那我覺得一般的老百姓能夠感動幾行字 他只要想要認識人認識那個地方 他多認識一個地方他就有 有沒有可能質詢局或者是相關單位 能夠有這種小 把這種小文宣或者可愛很簡單的東西 收集成一本 那不斷的出 為什麼讓全國各單位 剛剛在人才資料庫裡面的台灣的主廚 或者行政主廚 再來就是頭簪 再來就是那個叫做頭顱 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層級 都這樣子慢慢慢慢把它寫出來 當作是職場上面 就是職訊在職能推動之後 讓他們在人生上面有一個介面 可以真的有一點榮耀感 你說這個他們有賺到 他們賺到力嗎 沒有 可是他們就是期待 他們就是希望 他們就是期望台灣有一個角落 對他們肯定 所以我認為這上面也是我覺得在 可能從職能創新就是說 這個餐飲業行銷企劃人員 都忽略掉對於飯店或者對於餐飲 後廠人員的關注 那只有幾個民族 媒體要來報導的時候 然後講一講 其實在這上面有很多的故事 講不完 在座這些我的廚藝界的好友們 大概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每一次去我其實都是非常用心的 回來要加工製作東西 我都知道像上次去ERG領董那邊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製作出來 我心裡都會掛著 他一直在等著我要很浪事 我心裡會掛著 那個就是這種關懷你知道嗎 透過這種關懷 透過這種 其實就是一夜 那可不可以擠成小車子 有沒有這樣子的那個 那佔一點小小的空間 給我們廚藝界的朋友 給我們這種小人物 來表達互相人文之間的關心 我覺得在這上面 是職能提升職能創新職能輔導之後 另外一個介面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做一個建議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在職能創新服務網裡面 要講到有一個叫做呼籲黃主任 剛好是我知道然後他又在講 他希望就是說在職場上面怎麼樣能夠創造一個 幸福職場 這個在最後我會請 意牙居的林董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一張 其實就 黃主任還沒講之前 我就寫到了 就是他真正是幸福空間的創造者 那我希望就是職訊局或者相關單位 在R&D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朝幸福向快樂號的職能提升 職場啟動為什麼 幸福號剛講的都是我們職能上面 我覺得在職方他要快樂管理輕鬆 各方面要跟我們的廚藝界的朋友 參與界的朋友能夠有做交流 也有很多的方面需要來做提升 所以我認為台灣廚藝職能創新服務網 可不可以是做職方職場上面 這個勞方上面的這個職能提升之外 另外就是說能夠順便把它成為 跟職方的各項管道 綜合起來 這樣子台灣的參旅 才能夠有辦法發展成在地文化 跟在地觀光 跟創造台灣的觀光價值 所以以上是我對於今天在這上面 非常簡單透過時間 佔用大家的時間 那接下來我要把棒子 今天當然有一些討論的主題 都是從剛剛綜合裡面講的 那宇宙世界無敵超級霹靂之聲美少女兒 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剛剛聲音有太大聲吵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見諒 接下來我把棒子交給高淑芳高副總 來講國際人才美合的部分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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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還有組長還有在場所有的今天的來賓 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因為現在都在講這個兩岸 那昨天我也參加了一場這個兩岸的人力發展的論壇 所以也得到了一些經驗跟學習 那最先的學習就是這個問候 每一個上台的人都會講尊敬的在場來賓 下午好 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學習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學習 其實是因為工作的需要 現在對岸的這個業主通常會來委託我們 所以這樣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會學習這樣的對岸的這個說法 那讓他們覺得我是比較跟他們有距離比較短的 那這樣的一個信任會慢慢的建立起來 那很高興透過這樣的機會 這個三姐 我去廁所了 這個邀請我想能夠參與這個勞動力的發展創新論壇 這樣的一個論壇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它有這個理論面跟實際面 那麼我想剛才三姐講了很多的旗在 包括業主也好或者是我們的工作者也好 但是我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最直接的營業模式 它就是一個人力平臺 那人力平臺我想透過今天的介紹也讓大家多了解一下臺灣 其實很多的餐飲界的朋友們包括那場的師傅也好 或者是外場的工作人員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這個辛苦就是說它的工時非常的長 那如果遇到的業主 這邊有業主嗎? 林老闆是業主 那你就耳朵稍微蓋一半 遇到的業主如果還是所謂的月休四天 那這個辛苦更是加倍 那月休四天是不是薪水會多一點? 也不見得 所以這個工時的長以及這個薪水的低 目前我想我每天都在聽這些師傅們 對我的這種抱怨或者是訴說他們職場上的問題 我想幾乎每一家餐廳都有他個別的問題 每天我都聽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也只能安慰他們說 那不然我再繼續幫您找工作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公司其實就是專注在餐廳跟旅館 餐廳跟旅館的人力平台 那我是擔任就是業務方面的發展的這個主管 所以我想透過今天也讓大家認識一下 這是我個人簡單的經歷 那過往大概有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我在這個業態 那以往我是在軟體跟資訊產業 所以從我第一天到這個職場上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西餐、中餐、外廠、內廠 所有這些名詞我完全沒有聽過 也沒有人蔓 那怎麼樣 所謂的職能嘛 那怎麼樣在這個工作上做起來呢 其實真的必須要靠我自己 以及靠這個同事們的幫忙 所以因此在這四年當中也才知道說 什麼叫做中餐、中餐發展的內容 有這麼多的菜系 這麼多的不同的這個名詞 也才搞清楚原來行政主廚做什麼 那個頭沾板、爐子這些人在做什麼 所以要做這樣的行業的職能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那過去一段時間也常常在一些學校 分享我的工作經驗 以及去滿足這些同學們的問題 那包括才從高餐回來 那高餐的同學們 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他們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念了大學以後 到了職場 要怎麼辦 還是從外廠服務生做起 那也很多的業界的總經理都覺得 不然你就是 你不能從 你不要從這個最基層做起 你怎麼能夠了解每一個工作的SOP呢 是不是 那所以同學們問我說 高副總 那這樣子我念完大學 而且是專業大學 那我到了那個這個飯店裡面 我也從最基層 還是22K 那我的競爭力在哪裡 從爸爸媽媽的角度 我讓一個這個女兒去念了一個 專業的餐飲學校 畢人業 還是22K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大家能告訴這個同學嗎 那他還是 那天問我問題的還是碩士班 他還是念碩一的 他說那個 他前兩天看了這個雜誌的 這個一個內容報導說 那台灣的